大家好,我今天煮星洲炒米 曾经在视频中看到有网友留言 琪姐,你可不可以试试星洲炒米? 其实星洲炒米我很多时候在家煮的 少点出去吃 因为星洲炒米容易炒过干炒牛河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在家做 不一定是买齐很多配料 看到家里有什么剩菜 或者是买到一些食材是适合星洲炒米 你就可以用来炒星洲炒米 不需要太大阵状 好像我今天没有狗黄,没有芽菜,没有所谓 有什么就做什么 我今天会炒泰国米粉 我觉得它比较滑 是很好吃的 我觉得 无论你是绿米粉也好,用来炒也好 它应该不是纯100%是大米做的 因为纯100%大米做的 它没有那么滑 没有这种口感感 它应该是侵了一点 如果家里没有这种 买到传统的肝门牌粉也好 等一会我就拿去烤水了 我亦都在我视频中示范过很多次 这个程序我就不断了 我今天就会用到老虎虾 这一盒叉烧 这一盒叉烧 这盒叉烧不需要都放进去 这盒叉烧丝 我会放些蛋 青葱 有洋葱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彩椒 我没有绿色的 我有葱的 亦都等均匀 这盒叉烧的颜色 最主要是 有咖喱粉 还有黄姜粉 这只黄姜粉 刚刚在美国带回来的 今天就派上用场 可以用了 现在我一样做好 然后炒给大家看 材料就是这么多 放在桌子上 就可以炒了 没有豆芽 或者没有芽菜 怎么办 没什么所谓 因为我们这里是北美洲 亦都外面是下很大的雨 真的就算我是 开车去 开车回来 不会准备到雨 但是这种天气都不想出街了 现在我基本上 运动 就是在住的地方 有个游泳 每天在那里运动 我就已经觉得 足够运动了 如果平时好天 我会走到英格里沙 再进去Stanley Park 来回大概1万部 保证是1万部 甚至有时1万部 也有多 现在就不需要 令到自己出去浓湿 所以运动都在自己住的地方 我现在就处理了这些食材 切好了 我就炒给大家看 家里有什么东西 就拿什么来炒 不需要特意做到很足的食材 这个就是有叉烧 这个就是彩椒 切成丝 这个就是洋葱 和一些葱 这个就是撕了皮 挑了虾腸的老虎虾 有些蛋 这个米粉就焗了水 这有4个小杯 就是放一些调味品 有什么调味品 这个是鸡粉 黄姜粉 咖喱粉 和糖 打一会 炒的时候 加少许生抽 已经可以了 少许盐 和少许胡椒粉 放在虾里 令它爽身一点 或者也可以 撒少许胡椒粉 即是粟粉 让它煎起来 令虾汁水 会锁住虾肉 让它煎起来 就漂亮 你可以加 可以不加 好了 现在就避免这些食材了 现在就拿过去 来炒了 先炒熟 配菜 先炒熟 因为爆香 料头才会香 现在就炒一炒 鸡蛋也是 先炒松 在这里 样样做完 之后 等一会 炒米粉 就可以 放炒熟的配菜 大碗就行了 不需要太紧张 炒香 要怎么炒 这样 家里煮菜 就是很简单 越简单就越好 我现在就先 放些蛋 下去先 现在就倒了些蛋 下去 这里有几个蛋 你可以是铺做蛋饼 等一下切蛋 都可以 但我就不想搞那么多功夫了 越简单越好 我一直说 厨房的工夫 真的站得很久 没有人做 炒一炒 炒两炒 蛋就很快脆熟 其实蛋也不需要怎么切 等一会 你用锅盘去炒开 它一样是散的 现在就把虾煎一煎 煎到它变色 煎到它变色 煎到它变香 亦都可以达到那种 好像人家炮油的效果 家里没有理由 学餐馆的那些 专业厨房 这样 经常用来炮油 不需要的 放少许油 现在我放些白色的葱 放在虾的旁边 也会爆一下葱 这是白色的一部分 不要浪费 那么大锅 就放在一起炒 那些虾 它也有一定的厚 我们就尽量煎到它八九成熟 然后就夹起它 留一成未熟的 等一会儿 炒下去就刚刚好 好了 现在就开始来 爆这些洋葱了 其实你放些什么香料 都可以的 很随意的 甚至放韭菜都可以的 因为这里是北美洲 做很多东西 煮食都可能是北美洲的版本 你不可以和原居地去比 要买齐那么多东西 是吧 现在呢 就放些洋葱 下去 一起来炒一下它 凡是新香料 这些这样的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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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一定是要爆的 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吃 茶餐厅那些 星洲炒米 就油腍腍的 你看看 葱姊现在 不是加很多油 现在呢 我又加少少味淋 味淋就是甜米酒来的 它也是代替了糖 也有酒香味 我希望这个星洲炒米炒出来 是爽身的 不是油腍腍的 现在呢 就爆到它软身了 那些洋葱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调味了 放少少盐下去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放那些彩椒丝下去 也都要爆爆它 根据不同的食材 那个熟成度呢 逐样将些材料就放下去 现在呢 现在呢 就放了叉烧了 叉烧是熟的 现在呢 其实呢 就再爆一爆它 爆回香去 这样而已 很容易煮的 这个菜 你出去 现在吃起码都十几十元的了 自己炒起一大碟 在周末的时候呢 就又省到皮 又不用浪费汽油出去开车 今天的汽油仍然是17.56 我没记错 也挺贵的 天气又不是十分很稳定 一时间又下雨 一时间又有少少太阳 不要管它了 总之 要吃呢 我们买齐食材回来 一样做到的 洋葱一定要爆到它很香 它才好吃的 其实呢 你如果是真的 刚刚去超市 你可以买些狗黄 买些芽菜 但是如果你说 今天都 其实在家都不想出去的 那这些材料呢 相信每一家每一户都会有的 平时你买一磅叉烧回来 可能你可能吃少少 吃一半 那就留一半 用来炒米粉 好了 现在呢 就铲起了那些洋葱料了 再放少少油 现在开始是爆咖喱粉 和黄姜粉 很多人呢 就将这些粉 开了水 就倒入米粉 他觉得这样很容易炒 但是呢 真正你要炒这些香料呢 是要用慢火 用油 去爆黄姜粉 和咖喱粉 它才能释放到 它原先那种香料的 那些辣味道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我以前我开的餐馆呢 我有很多呢 都是 那些 那些 有些 南亚 甚至是 那些 印度人的厨师的 那 他们真是很黑苦内劳的 那这样 他们呢 很多时候 有时候他们煮完工餐的时候呢 煮咖喱雞、Butter Chicken 很好吃的 那他們就覺得是 跟我說一定這些香料 燜油萬火爆 那你才做得出那種效果 那所以呢 其實一個人的知識是有限的 真的要做到老 學到老 有時我們在學堂裡面 都未必學得齊很多很細緻的東西 通過有不同國籍的同事 他會帶給我很多新的意念 很多我從前不懂的東西 那所以呢 都是 智慧就是慢慢地 去集成回來的 不是天生的很多東西 總之呢 一生都在學習 就是你沒有吃虧的 一定是學到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知識學到 所以進去給自己呢 是 投資知識給自己 投資健康給自己 投資 財富 學習理財 永遠呢 都沒有吃虧的 那這樣呢 就將它慢慢炒開 那我也都 不是放得很重手 這個香料 所以呢 就是剛剛緊緊好了 因為家裡呢 也都要顧及其他人 吃不吃得慣這個咖喱啊 但是 家裡照顧老人家 那個菲律賓姐姐呢 她就很欣賞 她說很好吃 那這樣就炒好了了 沒有什麼秘技啊 沒有什麼大陣醬啊 炒一碟星洲炒米 就是這麼簡單啊 那有位網友留言 她就說 阿卡姐你去比拼一下 那些星洲炒米 那我有時都出去吃的 但是吃到都好像不夠 我自己炒 適合我自己胃口啊 那這些好個人的 哈 好個人的口味來的 那 那我覺得呢 自己炒 我覺得更方便 更適合自己口味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啦